金光善见风向逆转,又想到蓝望姬和魏无羡他们一起回去了 心下汗颜,温若涵好像对蓝望姬另眼相看 要是蓝家和温家结盟,那金家争霸修真戒就是痴心妄想了 说起来,蓝二公子可是跟着魏无羡一起去了不夜天啊 这姚宗主看到了金光善的眼神暗示,向蓝希臣询问道 蓝希臣虽然不太认同金光善所说的话,但为了蓝家的君子之风也没说什么 看到姚宗主把火网顾苏兰试隐,出声反驳道 忘记他只是担心好友,并无其他意思,请各位慎言 这蓝二公子在战争时就和魏无羡不对付,怎么能称他们二人为好友 蓝二公子讨厌谁,怕是都不会理会那个人 但是他和魏兄说的话还挺多的,应该不算讨厌吧 再说,蓝二公子和姑苏蓝氏在战场上帮了各位不少忙吧 蓝氏是君子之家,应当不会和温氏勾结 灭怀桑说道 他可是觉得那位蓝二公子和他魏兄的关系不一般呢 反正他不信金光善所言,以现在的温氏有谁能抗争的了 人家想灭了,谁直接灭就行了 魏兄那一曲白骨生花,谁能反抗得了 何须离见百家关系 听这个话又往蓝家引 这是害怕温蓝两家交好对金家不利啊 但现在不能与百家交恶 只希望如果魏兄将来真与百家有一战时能顾虑一下聂家 不错 蓝家都为君子 这种事他们不会做 聂明觉也说道 先门百家见聂家开口 心想蓝聂两家世代交好 这种结果眼上不能同两大家族交恶 也就不作声了 金光善见词 也暂时放弃了拉蓝家下水的想法 自从魏无羡他们回去之后 江氏三人过得真是生不如死 江氏夫妇日日临边加深 魂魄受伤严重 不止如此 温若寒让他们每天跪在魏藏夫妇面前忏悔 江峰眠还好 知道伏低作小 于子渊根本不服气 一直辱骂藏色二人 被魏无羡拔了舌头 在轨道的镇压下 他们只能趴在魏藏二人排位前忏悔 江婉吟在忍受了二天一夜剖单痛苦后 被温若寒丢去做温家的家仆 温若寒给看着江婉吟的门声交代了 他不是一直说阿英是家仆之子吗 那就让他好好尝尝家仆的身份 因此江婉吟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人指责他 打骂他 有些门声知道了魏无羡在江家过的日子 还特意为江婉吟请了个厨子 专门给他做脸藕排骨汤 每当他被打骂完 都会有人给他送去一碗汤 直言江婉吟 温家门声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把这碗汤喝了 就别怪他们了 继续干活吧 魏无羡在不夜天过得可是风生水起 不管他干什么都没人阻拦他 蓝忘机也因为魏无羡的缘故 得到了优待 也向魏无羡道了歉 说不知道他施了金蛋 不应该对他说那种话 魏无羡也知道了蓝忘机 不是想把自己带去云深不知处求尽起来 总之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温若寒最近就是很气 非常气 自从把蓝忘机一起带回不夜天 两人把误会解释清楚后 他就没怎么见过自己的宝贝外甥了 魏无羡现在没有什么顾虑 专心投入到轨道的研究中 蓝忘机就每天陪着 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看书 研究研究辅转 看看父母 还有就是和蓝忘机在一起玩闹 害的宗物都堆到温若寒面前 他都没办法关心练功了 想找魏无羡帮忙吧 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反正现在干什么都有蓝忘机陪着 蓝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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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若寒看着蓝家小子整天和自己外甥在一起待着 自己的宝贝外甥自己都没和他这么亲近 蓝忘机为什么每天都在 难道现在孩子们的感情都这般好吗 自己要不要考虑任蓝家小子为一子啊 这蓝忘机修为倒是不错 和阿英也是很合得来 更何况 他们一个习灵气 一个修轨道 灵愿双修倒是不错 或者让他们一截金蓝 他觉得蓝家小子 这么想和阿英做朋友应当是愿意的 还没等他考虑出结果 姑苏蓝氏的灵蝶来给蓝忘机送信了 直言蓝灵金氏 在三日后要召开百凤山围猎 问他是否前往 蓝湛 蓝灵金氏的围猎会你去吗 兄长来信 想必会去 哦 那什么时候动身 明日启程 魏无羡 听到蓝忘机说 明天就要离开心下有些不舒服 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和蓝湛一起看书 一起修炼 他已经习惯蓝湛一直陪着他了 他是蓝湛为知己 可是他忘了 蓝忘机是姑苏蓝氏二公子 迟早都要回去的 那我们以后再相伴夜列 魏英 你不去吗 蓝忘机也不想和魏无羡分开 不去了 百家刚和温家打完仗 我去也不合适 我还是待在不夜天城 继续研修我的轨道和法器吧 说不定 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已经结阴丹了 也让鹰虎服认住了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再以原神修炼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虽然魏无羡也很想和蓝忘机一起去 但他也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 是没办法出现在今世的宴会上的 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 这个你拿着 在你想和我说话的时候 将灵力附在上面就可以和我联系了 而且 有了这个 你可以直接上不夜天来找我 不避地拜帖 魏无羡把改良过的温室另排给了蓝忘机 好 蓝忘机原本觉得他拿着温室令牌不太好 又想到这块令牌能和魏英取得联系 也就没有推辞 直接受下了 第二天 魏无羡送蓝忘机出不夜天城 并相约一定要用那块令牌联系后 就被温若寒叫去处理宗物了 在魏无羡的身体 好得差不多了之后 温若寒就宣布 魏无羡为齐山温室的少宗主 因为在摄日之争时 就把温室的叛徒都处理掉了 所以 魏无羡任少宗主也没有人反对 现在蓝忘机走了 温若寒就把宗物丢给魏无羡处理 自己闭关修炼去了 事已 没有人注意到江婉淫偷偷离开了不夜天城 蓝忘机到了金林台后 就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浑身散发着生人物尽的含义 让那些想知道蓝忘机在不夜天做了什么的人 望而却步 蓝熙尘倒是知道弟弟的想法 笑着说道 忘机 你和魏公子以后肯定还会再见的 金氏的围猎邀请了各家的嫡系子弟 你不在 总归不太好 等围猎完 你可以去找魏公子 也可以把他带到云深不知处待几天 蓝熙尘自从知道魏无羡修轨道的真正原因 对魏无羡也是非常敬佩的 剖单之举 非常人所不能及 弟弟还和他关系要好 他自然也把魏无羡当成了自己的弟弟 而蓝熙尘知道了魏无羡从小待的环境 也对这个赤子少年的观感很好 自然会同意蓝忘机将他带去云深不知处做客 围猎开始前 先进行了开场剑 金子轩的剑法绝佳 又因为金氏是东道主的原因 这开场剑自是由他来射 开场剑结束后 各家弟子就进入了猎场开始真正的切磋 蓝忘机在进场的时候 看到了江燕离坐在观战台上 心生奇怪 云梦江氏已经分崩离析 江燕离不是云梦江氏大小姐 应该不会得到金光善的青睐 但也只是心里想了想 面上不显 其实金光善同意江燕离进入为烈士金夫人的意思 他还是想撮合江燕离和金子轩 江家已经不复存在 他理应照顾与紫渊唯一的女儿 金光善想的就复杂了 摄日之争已经成了笑话 但是温家也把江家的莲花物还给了江燕离 供他居住 应该是魏无羡的意思 金光善想着 如今江家只剩江燕离 金子轩娶了他 就相当于莲花物给了金家 魏无羡对江燕离还是有感情的 如果江燕离能去不夜天把魏无羡劝回来 那他的轨道竖法 因虎福就都是金家的 那他称霸修真戒就指日可待了 就算魏无羡不能为金家所用 当温家作恶时 也会看在江燕离的面子上 对金家手下留情 所以金子轩和江燕离成婚 对金家有百利而无一害 也就随他们去了 对金子轩和江燕离